told the Valentine 大家好 我是Yuma 大家 very 복ren 新年快樂 這是2021年第一部YumaCooking的影片 大家今年的YumaTV請多多指教 那今天呢 用麥克金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烈士年糕湯 我做你的做法 其实这个年糕湯呢 我在上一集的日本人的日常里面 已经做过 给大家看了 那我看大家的反应 就觉得好像很多人 对这个烈士年糕湯 很有兴趣的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 在Yuma Cooking也可以 再拍一次 介绍给大家这个做法 日本人呢 在新年有习惯吃 餅 麻薯 我做你的浴室年糕湯是一个 用麻薯做的 新年的代表料理 那这个年糕湯的调味的部分呢 其实每一个 噢 疲惯了 老公回来了 调味的部分呢 其实每一个地方都不太一样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我小时候 我奶奶常常做给我们吃的 用酱油跟烈士高湯调味的 我们关东地方 比较常看见的做法 好了 我们马上做着看吧 绿豆猫调味的 烈士年糕湯 绿豆猫调味的材料呢 主角就是 马薯 那其他材料的话 其实放什么都可以 通常比较常看见的材料就是 一些青菜 还有红萝卜白萝卜 鸡肉 鱼糕之类的 那今天我准备的材料是 大葱 红萝卜 白萝卜 青菜 青菜我今天用的是 Komazuna这个蔬菜 还有鸡腿肉 然后有三眼怪的画画的鱼糕 那这个麻薯呢 在日本的话 一年随随随地都可以买到的 不过大家那里的话 有可能很难买到 日本的这个麻薯 是从糯米来做的 它本身的味道是不甜 就是米的味道 所以呢 如果大家买不到麻薯的话 也可以试试看 自己煮糯米 然后自己打打打打 做麻薯 或者用其他的 很像麻薯的东西 然后选一下比较 它本身没有味道 不甜的东西 这样子应该可以呈现这个 绿丝年糕汤哦 那调味料的话呢 只有这两个 红达西 烹大丝跟酱油 烹大丝是为了简单的做绿丝糕汤的 有用这个跟没有用这个的话 味道完全不一样 大家一定要用这个哦 首先准备锅子 放入水 两年份的话 大概800毫升的水 放进去之后 开火 接下来切材料 做年糕汤的时候呢 因为新年嘛 所以很多人会用红萝卜 来做花的形状 如果家里有肩抜起的话 可以简单的做 可是我家里没有 所以我今天自己用菜刀切切看 好高 好寒啊 寒哩 先把切好的白萝卜跟红萝卜放进去 再等红萝卜跟白萝卜 烹好的时候 其他的材料也切好准备 放入鸡腿肉跟大葱 接下来准备烤猪 接下来准备烤猪脚的马厨 这个蒜叉吃吗 这个 材料熟好之后呢 用姜油大概2-3大匙调味 最后放入烤好的麻薯跟青菜稍微煮一下 麻薯呢其实烤好之后也可以直接先放在碗里面 不过我个人比较喜欢这样稍微煮一下 这样子的话它会变更透露透露柔软 哇 啊 Rice cake This is rice cake Yes 喔 我的天啊 Rice cake soup 過年要吃Rice cake soup 好 那いただきます いただきます 這位的Yuma cooking 這個三眼鍋很可愛耶 對 最近有家有畫畫的卡麵包 對啊 好 我會去 這是上次奶奶教妳的 對 那個菜單 嗯 好吃 嗯 斷掉了 那是幾 100公分左右 你對這個年糕它有什麼跟上 對年糕的話 就一開始來日本嘛 吃年糕覺得 馬來西亞的年糕是甜的 所以一開始是覺得很不習慣 就鹹的年糕 然後他們把年糕放到這個 Ozomi裡面嘛 當作是湯來吃 或者加醬油啊 對… 鮮鹹的吃吧 鮮鹹的 然後很簡單的 純樸的味道 那麼好吃 因為日本的米好吃 所以這個年糕是從這個米做的嘛 是… 就真的不一樣 你看我們放在這個湯裡面是很清淡的 年糕就是年糕本身那個米的香味 就夠好吃了 各位 它是沒有味道的 可是它是米來做的嘛 所以很配這個綠色高湯啊 醬油啊 對 清淡 其實我知道你真的很簡單 用麻薯 只是烤一下 就可以了嗎 自己加味道 所以新年呢 日本人不小心常常吃太多麻薯 然後很容易胖 所以他們會講 もちぶとり 會嗎 不會 しょうがつぶとり しょうがつぶとり 也就是因為吃太多麻薯 然後新年發福啦 雖然日本的新年已經過了嘛 可是大家那裡的農曆 的新年是接下來嘛 所以如果大家… 大家那裡 如果可以買到麻薯的話 也可以學一下這個做法 做給自己的家人啦 愛…愛人 女朋友男朋友一起吃啊 這樣子應該會很開心 好 那今天的用麻糬件 就在這裡囉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給我一個贊 還有請留言告訴我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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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